大家好,我是泳池专家的小马哥 今天我们来讲讲水上乐园一般会用到哪些砖 水上乐园一般它的泳池的规模大概是在6000到7000平方以上 一般包含了标准泳池,照亮池,漂流池,还有耳朵泳池 标准泳池一般使用240x115的标准泳池专 池底是以浅色的泳池专,它可以深色的泳道线为主 然后的话就是岸边是岸边走道防滑砖,还有扶手砖为主 池内面积大概是在1600平方 然后磁砖的采购的成本大概是在12万左右 照亮池一般使用规格会比较大一点的磁砖 因为在照亮池里面,磁砖它会承受比较大的水压 所以我们一般选用240x115的活净标准磁砖 厚度9毫米,可以填充足够多的填缝剂 这样磁砖的话不容易脱落 牛缝1公分,缝隙可以在池底防滑 这样照亮池会非常的安全稳定 它的泳池池底的面积一般在3000平方以上 造价大概是在20-25万左右 漂流池 漂流池的话我们一般会选用泳池马赛克 然后再加上会点缀一些马赛克拼土进去 然后让游客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 漂流池的话它的面积一般是在500-1000平方 它的磁砖的成本大概是在15块左右 还有最后一个是儿童泳池 儿童泳池的话我们一般是选用陶磁马赛克加上拼土 这样的一个搭配 当然最近有些业主他担心马赛克可能会脱落的情况 会给小朋友造成伤害 所以他们最近也会选用这个20-15的标准磁砖 作为它这个铺中的产量 这样的话可能会添加到安全一点 那今天的水上乐园的磁砖就分享到这里 你学会了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